耳东声的新片《我是路人甲》中21个主演 前一色都是新人 这可给宣传带来了难度 当然儿岛也是酒精沙场的了 没人重视 那我就请个影后来 来看看媒体们会不会分点关注过来 台上的影片主创一字排开 除了中间的儿岛是鼠脸 真没有一个是叫得上名的 不过这些个陌生面孔可是影片实打实的主演 有点可爱 好像很漂亮 好不容易上来了个影后级的人物袁咏仪 却只是客串 让儿岛一说 我在什么地方都会出现 说起袁咏仪和耳东声的交情 那可是颇有渊源 1990年获得港姐冠军出道的袁咏仪 在五年后就凭借耳东声导演的 心不了情一举夺得后冠 对于儿道的尊尊教诲 袁咏仪如今都记忆犹新 她那种骂不是真的 那种的 她说那种 板这个脸 就是有点老话的那种 威严啊 对对 我只见到她我就怕 其实我要解释一下 其实我在现场发披自己 大部分都是手段的 就要控制你现场 一晃20年过去了 云永怡依旧不忘当年耳东声的 提携之恩 倒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所以你们要加油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到底是怎样 能碰在我们好的时候 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导演 不是每一个演员都可以碰到 新闻在现中和我导演